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就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唱和打伤服务 所以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好 完成 好 又又又 开始了 开始了 我们这次第二次的突击直播就正式开始了 我们这种入击式的直播 都是尝试去找一些新的做内容的方向 亦都我们会把我们的节目内容按着题目去剪辑成为不同的片段 所以大家拆收了这个live都无所谓的 因为之后都可以按一个题目 就再跟大家有一个见面 或者更加多的内容去分析 我觉得我们首先回答一些读者问题 我们开一些读者问题出来和大家研究一下 由我开始解答一下 因为我之前就会在这个IG上开一个故事 如果大家有追踪我的IG 就会看到我们有一个问题的box 你在那个问题的box留言 基本上我就会解答你的问题了 接下来我们有些突击直播之前 都会找回阿燕在IG上开一个story 亦都会有一个box 大家也可以欢迎去问我们的问题 我们今次就搜集到一点点的问题 亦都简单点去说一说 有朋友就问 现在Donald Trump醉成了 是不是应该先放禁美股呢 两体 因为暂时Donald Trump 他就出奇地成为了第一个被刑事成功检控到的总统候选人 但其实就没有特别影响到他在选情的那个参与 反而在舆论上就更加多了人 不会对他有几分同情 也都觉得这种由民主党的Jury 去硬定罪的这种方法是有所不妥 所以呢 本身这件事可能是反而令到他那个人气再会更加上升 那到最后呢其实看美国的大选都是看五个摇摆州份 因为其他的州份的颜色都是非常明显的了 最主要都是看五个摇摆州份的那个状态 然后去到十一月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揭晓到底结果是怎样的了 那overall来说呢 我都维持自己以前一直的那个研判 就是未到真正大选之前呢 其实市都仍是叫做有得升下的 那如果去到大选之后了 陈埃落定了 因为金融有句说话嘛 叫做bet on rumors, sell on news 你大选之前呢 是可以有很多的rumors 可以有很多的冲击 那些冲击是可以无限的大的 那但是现在一去到sell on news的话呢 那就有机会是会打赢的了 那就是大家要看回 11月的时候就会可能有一个比较波动的状况 但现在overall来说 我觉得都是会继续在这个位置 甚至乎会再升多一点点 因为选举年度都会有一些 经济上买票的做法 那就是一谷高的股市 那就看一下阿妍你有没有什么补充了 我想特朗普现在虽然被定罪了 但是根据美国的犯法 就是你有罪 或者就像你是这个囚犯都好 你都有权选这个美国总统 以及一些分析都是知道他这个定罪 是不会令到他坐牢 就是可以用赔钱或者用这个 那些叫做其他方法去解决这件事 所以他入狱的机会率就很低很低 就是反而就是他这个定罪 会增加了他支持他那些选民的向心力 就是觉得是一些政治减控 事实上你看到现在网上很多舆论 都向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其实会反而增加了 Donald Trump那些选民的向心力 这是第二点 现在最新的民调都是现在他们两个 就是拜登和特朗普的走势或支持度都是相弱 现在暂时出的民调就是拜登领先一点 我们看看现在究竟会不会因为这宗新闻 而令到Donald Trump的支持率会上升 我们也解答另一条问题 有朋友就问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esla If the China electronic vehicles gonna take the market of Tesla 他就想问Tesla我们怎样看 还有问中国的电动车 会不会take over了Tesla这个 market Tesla从来都不是我自己的 watch list里面的股票 不过最近我都认识了一些对金融很有兴趣的朋友 他们是很buy Tesla那种反弹的幅度 然后就develop了一些elgo去玩这些这样的操作 我想原因就是在一个市场够大 球场够大 就是你玩elgo最技巧就是没有对手 而Tesla是每一天都是非常活跃的股份 如果你elgo放在香港那里玩 就有很多弊端的 但是Tesla它的波幅上落都很大 还有也有些人会博反弹 他就会develop了一些elgo strategy 可能一些技术指标 然后就反弹的时候就抓那个星狼 他不是说那种看大trend buy and all 也都会有些人是喜欢玩Tesla 就是玩这一样东西 而Tesla它面对的那个基本因素的改变 当然都是非常之恶劣 就是因为现在中国是用一个疯狂補贴的政策去支持比亚迪 我最近看Foreign Affairs和Diploma 就是一些国际关系的杂志 都有说到这些问题 因为欧盟就很不喜欢现在这种接近傾销手法 去将中国的电动车引进去欧盟的市场 因为是令到本身欧盟 比如我看的就是Sofarkia和Germany 都是极度反对的 因为是危害了他们本地的就业市场 他们制造业的市场 还有也都令到消费市场很难 他们是极力反对 而整个欧盟都有一些方向就是 可能要加一些关税去顶住这种 中国疯狂補贴电动车 然后再输出欧洲的那个做法 而在全球的那个角度来说 欧盟可能会有一些利益共同体的贸易保护 主要会顶得住的 那中国就真的难 就是中国始终那个是大国策 可能Tesla都要让路给比亚迪 或者比其他的电动车的参与者 而且既然在大国策之下 那个保护主意也是特别强 而Tesla在那里设厂 其实事后都证明了 可能是竹虫入市区 你进去又不知道自己的技术有没有被抄 又或者你也不知道自己的商业的操作 会不会被别人拿来copy 成为了一种参考 但是你一进去 它也都没有令到你的那个market share 或者任何的竞争优势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你见现在那些人都在说老王 Nafidia的老王 黄日昏 都没什么人再说Eon Musk 所以都是一朝天子一朝神 这期他就不是一个当打的icon 或者当打的figure 我想好像上次我们都说过 你每一个牛市都是一只股票去带动 如果你纯粹从一个炒作面去看 你上一次的牛市的主角 就是美股牛市的主角就是Tesla 今次就很大机会都不会再是他了 现在我们事实就看到就是Nafidia 所以你如果预计他真的有机会翻山的话 都不会是这个牛市的事 你见到现在Tesla的股票 从高位去到现在应该大概 折扬了大概六至八成左右 我没有详细计过 但是他很大的跌幅 这是一个事实来的 这是第一点 总之这个牛市就未必会是一个主角 所以你都见到这个事实 这是第一 第二 其实那些人就在憧憬 不是他那个电动车的销售 因为Tesla虽然是作为一个 几年前的龙头 但是你电动车这个行业 很多其他公司都蜂蜂而止 其一就是这个比亚迪 他外国车、欧洲车 那个制作的成本是永远不会够中国便宜的 所以就很难不再在这个电动车的市场上面 永远维持到那个龙头地位 Tesla 这个是第二 反而那些人是在憧憬 对了一些自动驾驶技术 即FSD 就有没有机会在中国或者全世界落地 现在FSD订购的那个月快 每个月100元美金 如果你真的大部分都会用到Tesla这个软件 就会在他未来收入很倚仗的一个位置 这个是其中一个收入来源 之后就是那些机械人 但是机械人就现在暂时就是 还未实现到逆离 都是等几年之后 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些概念 你就可以卖带 就看看你相不相信他的故事 但如果真的觉得他依靠电动车 能够重新再拿到那个龙头地位 这个就应该是难一点的 提一提大家 我们这一种是突击的直播 那我们的直播是会 不定期都会在IG那里留下一个 Question Box 大家可以随便问我们的问题 所以就先就要Follow我的IG 我的IG就是Muddydirtywater 还有阿姨的IG 应该是阿姨Invest 你可以找一找 那我们会在开直播之前那几天 都会在IG story那里有一个问题 都会解答大家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再答多一条 就是有朋友就问 为什么经常都说过了今年之后 赚钱会很难呢 其实就是 这个是一个gut feeling 坦白说我都没有一个很确实的数据 去评论这种感觉 第一就是本身整个经济的结构 都在走着下车 第二就是我们的股市都倒了三年 其实已经去到很低的低位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我们的股市去到 14000点左右呢 就会反弹到18000 19000点 其实就是有一个谷底的反弹 那谷底反弹完之后 会不会因因向来呢 我自己的研判呢 都是悲观一点的 所以呢 今年呢 就很明显被我捉到这个谷底反弹 我们连续三年 行指是跑输环球大使的嘛 那今年有个谷底反弹都很合理的 但是你反弹完之后呢 又是可能会回归下车的趋势 那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 未来那几年会更加难赚钱 就是因为我们今年2月的赚钱 都不是因为说大转势 是纯粹是有一个明显一点的谷底反弹 那还有也希望大家多留言 分享 那你在那个check box里面的对话 我们都是会见到的 那可以多给点like 因为这个都是突击式的直播 那再解答这条问题 那看一下阿燕有没有什么 我想就是为什么说可能 下年难赚钱一点 就是因为普遍我们都是炒这个港股和美股 那美股就是刚刚我们都说过这类似的东西 就是你那个因为那个选程 导致那些政策需要卖票 所以那个市场现在都是欣欣向明 就是你看到整件事都是挺奇怪 就是如果我们看到是 觉得是加息周期或者高息 那个市场其实会塌 但是现在就相反了 就是你去到一个高息 相对高息的状态 反而你美股是破了定的 那你就是唯有用其他方法 就是可能买票这些方法去解释整件事 那你当11月的大市大选完了之后 那个市场的确是有机会跌下来 那你跌那个时间可以是以月计或者半年计 那所以你下年呢 是积的而且确是难赚钱 那这个就是美股的一个看法 那你港股就是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由低位夹回上来 其实那个市场上是没有出现一些的炒作主题 就是说一些可能北水涌入或者一些政策上的改变 导致你的港股会向上升 是的 就是之如此的这些因素 就不是说一些很基本面的改变 就是一些政策上的改变 或者是跟你说的市场是很划算的 就是这些其实很划算 和这个政策上的改变 就不是一些极好的消息 那你很划算是因为太过便宜才要卖上去 就不是出现了一些很juicy的概念 就是现在美股看到一些juicy的概念 就是炒一些AI炒一些晶片 但是香港的股票呢 市场就不太见到这些东西 但是它就真的加升了几千点 那这个状态可不可以在下年维持呢? 这个就是成疑 所以为什么下年那个情况是很难搞过今年呢? 这个就是个原因 那么首先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CRS 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仔这个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都有一个YouTube的80元会员计划 那么这个80元会员计划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的 那么所以就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那么你问我多少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是会回答的 那么就非常之划算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么随之之外 我也都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了在影片的左上角 还有也都放了在comment和capture那里的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呢 也都欢迎去打赏 那么我们也都会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点唱的环节 就是如果你们有一些的message 希望借我们的平台可以说出去的话呢 那么欢迎pay me打赏我们 那么我们也都会把你想说的message 就叫做公布开去啦 那么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想怎么唱 想我说出来的话呢 也都feel free去pay me打赏一下我们 那么就 只要不犯法的话 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说的 还有就在 除了我们有这个pay me之外 那么我也都有一个 的patreon订阅产品 那么那个patreon订阅产品 就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还有最近有一个 30万面试套演的才记 那么我就放在patreon产品那里了 但是具体的做法呢 你就要订阅我最高tier 就是95元或以上的tier 你才能听得到 到底那个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 因为都有一些复杂的 我用了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去解释整件事 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简单的版本 那你就订一个简单的版本 但是那个简单的版本呢 你得到的东西当然是简单很多 那么大致上可能 就是没有以前那么优惠 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复杂一点 令到自己那个财务再松动一点的 就是理财财技的话呢 你就要订阅我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版本 因为一个月可以套30万面试 还可以分几期去还 然后还可以每个月再套演的话呢 这个财技都相信优惠了很多人 甚至乎我是教别人有一种税务缴交的方法 是可以一月的税是通到五月去交的 也都令到很多人都舒服了很多 那我想这些东西就 大家可以再订阅我多些或者了解多些这样 那除此之外呢 阿妍我就教别人怎么省钱 又或者教别人怎么做好点理财财技 最近赚钱的东西就反而阿妍就更厉害了 虽然我都找到很多钱 最近是Forturn Inside Prime里面的股票都中得很多 但是阿妍他的那个投资回报就真的非常厉害 这个月都捉到几只呢 是两三日前买就立刻有一个爆炸性的回报 几十个percent 然后在上一个月的美股也都涨得很厉害 有几只都是可以涨到过倍的 那如果大家真的要把握一个机会的窗口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下面Google 就是有张Google连续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填一张form 那就和阿妍了解一下他的那个投资策略等等 就和他了解一下沟通一下 因为我自己都相信呢 真的这一年怎样也好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去赚多些钱 因为今年的机会窗口就只有现在这一刻 之后那四年呢 我相信是会比今年更加难去赚到钱 那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这样 就像测评的选择 你们 размanc逐 你也好吗 那我愿意